日前大纳亭致命的高博家餐廳在端部舍做午就大火 那困了等待两个月的时间 日前应该重新进步完成 重新来开车 让这些专心两代人的高博家 可以继续在大纳亭 传递下去 三星新闻类交大纳亭彩虹报道 为配合嘉义市铁路高价化 跨越北新路桥段的施工 将于113年7月29日上午9点开始实施交通维持措施 施工工期约需152天 预计将至113年12月27日 这段期间将有12个不连续工作天 采取夜间封闭路桥方式进行 实施时段将于晚间9点至隔日上午6点 封闭北新路桥 北新路桥夜间封闭期间 请依照指挥人员引导 配合工区交通维持设施 及交通标志排面指引提早改道 改由文化路地下道或嘉雄路桥通行 此外请特别留意哦 北新路桥跨越桥施工限高3.8公尺 请高度3.8公尺以上的大型车辆配合 依工区交通维持设施 及交通标志排面指引 改由文化路或博爱路桥通行 后续跨越三座 博爱路桥 垂洋大桥 以及嘉雄路桥之施工方式 也将采取相同模式 敬请市民朋友配合 造成不变之处敬请见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